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三藩市湾区的听众 你好 我是陈英杰 我想告诉各位 以下的时事观察录音 是在特朗普未患上疫症前录的 所以大家留意一下 今个星期我想见到 总统候选人第一次辩论 这个期待已久的辩论 终于在上星期二举行 结果令很多人失望 包括我自己 失望的原因 我相信各有不同 如果你有看整个辩论 你就知道 情况都很混乱 因为特朗普 由头到尾都争着说话 不单多次打断拜登的发言 而且 都不理会主持人的劝告 由头到尾都暴露了他的霸道 和欺凌的本色 在这样的情况下 拜登唯有被迫 用一些可以说 不是太文明的方法去还击 上星期我都有预测到 和这个经常说谎 和不承担责任的人辩论 你也有些心理准备 拜登如果太文质奔奔 特朗普是不会欣赏的 拜登有些言论 的确是很不客气 但实际情况 我认为他是没有选择余地 他的对手是一个卑劣的人 在这些情况下 你不还击的话 选民怎么看你呢 特朗普的私人律师 Giuliani 在辩论前 对霍氏新闻说 特朗普一定要攻击 拜登的年纪老迈 思考混乱 失去方向 人家觉得他好像一个书家 选民自然会问 这样的人 怎样可以做总统呢 谁知道拜登今次的表现 我认为是有备而战 和真情流露 有些地方有些瑕疵 但整体可以说 普刀未老 毕竟他在政坛半世纪 正所谓什么大场面都见过 特朗普一向都是喜欢 个人攻击 拜登也不会放过他 其中一个火爆场面 拜登直接说 你收声 他英文就说 Shut up man 在其他议题上 拜登说特朗普是一个 种族主义者 说方者 甚至说他是一个 小丑 支持人 Chris Wallace 华内斯 类似 要求双方互相尊重 但不成功 事后 有些评论 又说他不够盡责 我认为他做得不太差 有特朗普这个字大狂 谁做主持都不能够 他以为这是白宫记者会 他才是老板 他就是主持人 有一个专栏作家 说特朗普在辩论里面 就像一个七十多岁的小孩 夜晚扭起来 不肯睡觉 华内斯 是霍氏新闻的一个评论员 但他的声语都相当好 我认为他是 在霍氏新闻里面 比较客观和专业的传媒人 他父亲Mike Wallace 过了身 可以说是美国传媒界一个全奇人物 他的访问是以尖锐 有胆识而出名的 有个笑话说 那些政客和那些大商家 如果接到Mike Wallace 的电话 他们就要小心了 有其父必有其子 Chris Wallace 很多访问 那些问题都很精净 上星期他支持辩论 其实都很辛苦 但是整体来说 我认为他都是很公道 因为场面其实都很混乱 你知道 如果两个人一起说话的时候 根本都听不到他们说什么 马来斯 他多次叫特朗普 不要打断拜登的发言 特朗普就说 拜登也是这样做 马来斯 很坦白地跟他说 你打断他的次数 就多些 好几个评论和被访者 都认为今次的辩论 得不到正面的讯息 感到很失望 这个总统辩论 还有两次 负责游戏规则 总统选举委员会 都认为今次的情况真的很乱 他们正在考虑 列出一些新的指引 但是是什么就暂时不说出来 现时已经有些人认为 支持人 应该有权控制麦克风 谁不守规矩 就关掉麦克风 让他说不到 有一个评论说 这个辩论 只会害怕那些 已经有政治冷感的选民 因为他们听到那些 原来是一大堆噪音 华来斯就认为 今次的辩论失控 应该是归咎于特朗普 特朗普认为 下一次的辩论 不应该有任何额外的限制 他还说今次的辩论 他才是赢家 我认为这些辩论 对民调的影响 就不是那么多 影响的空间都会有些 但是就不会很大 有一个民调就说 在乔治亚州 Georgia 就说拜登领先了两个百分点 百分之四十七对四十五 但是在一个月之前 特朗普起以百分之四十七 领先拜登的百分之四十 这个民调是重要的 因为乔治亚州 是共和党的世界 如果特朗普输了这个州 那就爆冷了 我认为在这个阶段 大部分的选民 其实无论哪个党都好 他们都应该心里有数 尤其是特朗普那群核心的支持者 他们不会有任何空间 接纳客观的事实 话虽如此 今次的辩论 尽管是没有什么秩序 但也勾迫了几样东西 其实他们两个人 在很多问题上 是说了很多东西 只不过因为 我的气氛好像是大家搏火 有些数据 有些数据 很多人可能听漏了都不定 有几样东西 大家一定要知道 因为是反映出 他们两个人 很懸殊的看法 和我们顺便可以做一些 事实的求证 比如说特朗普 拒绝 游记投票的阴谋论 拜登在辩论里 呼吁选民尽早去投票 就可以说这么多 但特朗普就说 你去投票的同时 也周围小心看看 有没有人犯法 这些是 那些是余假包换的 危言送停 美国的邮寄投票 一向都没有危机 危机是他制造出来的 还有鼓励支持者 走去生事 如果有投票 都知道 我们每个人 投完票就走 可以说百分之一百的人 都是自律 美国不像那些第三世界 但是根本大部分投票站 你不会见到警察在维持秩序 如果说有捣乱的话 说不定 这就是特朗普的支持者 当然 每次投票 我们一定听到 有些新闻说 有些投票站 因为可能技术上的问题 令到很多人大排藏路 美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 四年一次全民投票 很难说百分之一百 顺利进行 特朗普现在已经锁定 说这个邮寄投票的制度 是全国的大丑闻 这个说法是绝对荒谬的 根据Heritage Foundation 这是保守的机构 它就分析 三十六年来的邮寄投票 在接近二十多张投票里面 只有一千二百八十五宗 我骗的个案 如果用百分比计算 即是等于百分之零点零零零零零零零七七个零 大家要知道 正是因为美国这个投票制度 是一个非中央化的系统 任何投票鹅片的例子 通常是由地方政府或州政府 自己去调查 以及起诉 你说涉及全国性有系统的鹅片 根本不存在 乱调谷局局长 上两个星期已经说清楚 是没有这种情况出现的 不用脑袋的选民 才会被人误到的 大家不要忘记 特朗普没多久之前才说过 为了安全起见 你们应该投两次票 所以总统本身是先锋点火的人 大选离家下不够一个月 所以他会在这个议题上 落足重注 就像他四年前说起围场一样 他将会日日说 有什么风吹草动的新闻 他就立刻将它报大 比如上星期 在West Virginia 西维珍尼亚州 和费城 Philadelphia 有两宗怀疑是非法处理邮寄投票的案件 其中一个个案 还涉及现役军人 支持特朗普的邮寄投票 特朗普也在辩论里提及过 正所谓风声学雷 特朗普有什么法制不加严加措 在下一集 我再说一下是什么一回事 另外 他对白人种族主义的回应 进一步分化美国社会 国会里面有些共和党的议员 也不感到认同